我當市長 我有一個政策一推出去的時候 人人幹屌 哪一個你知道 路邊停車收費 我那個幾乎被罵到關掉 還好這個有撐過去 那個還沒有撐過去的是重陽敬老金 捷運25年票價沒有漲 只不過捷運漲一塊錢 大概民調會掉兩趴 我當市長 我有一個政策一推出去的時候 人人幹屌 哪一個你知道 路邊停車收費 其實路邊停車收費 不是為了收費 是為了管理 你不收費你怎麼管理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我們那個 汽機車停車格收費 這是我上任第一年推出 那個幾乎被罵到關掉 還好這個有撐過去 那個還沒有撐過去的是重陽敬老金 目前還在努力 捷運25年票價沒有漲 有一天那個董事長來跟我找說 他已經很認真賣咖啡了 可是還是受不了 你們最近做捷運有沒有發現 那裡面那個廣告賣到實在是有點離譜 車廂裡面廣告貼的秘密嗎 捷運25年沒有調整票價 你覺得怎麼來的 業外收入啊 所以現在捷運也在開始在蓋BOT大樓 你知道 每個捷運站 他說如果不蓋大樓 保證一定要收捷運票要漲價 我跟你講我的經驗 這個 如果捷運漲一塊錢 大概民調會掉兩趴 所以公車跟捷運要漲價 這很拚你知道 所以現在拚死拚活 一直在增加那個業外收入 看可以撐到哪一年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ince 我們怎麼做的 勝 level 就是 現在 卡